學聯發起的大專生罷課 疑似天馬公園 大約300個大專生 早上是天馬公園罷課 大學學者輪流上台為他們講課 第一堂由前公民黨主席 中大政治與行政學系榮憂 港座教授關信機主講 學者會講課至執懶 之後學聯會發起集會 罷課會持續到星期五 期間會有過百個學者來講課 有中學生穿著校服來參加罷課 他們不滿建制派指他們未成年 不了解政改的爭拗 也有大專生期望政府官員 和特首梁振英 可以來到集會 跟他們直接對話 每個人都會有言論自由 包括一個小孩 就算無論怎樣都好 他們都有他們的見解 所以我們不應該阻礙其他人的見解 我們應該以這些理論 來令到他們認同 這樣也是 但是擔心會被學校懲罰嗎 不擔心 怎麼擔心 因為我做了心理準備 就死了 希望他跟我們的對話 聆聽我們的意見 然後可以跟上面反映 但是如果去到現在 譬如今早學院去到 新學公司都沒有反映 那當然不滿意 我們的意見 政府 即使我們無論是學生 還是我們作為香港的一份子 他們都應該要聽 LEMGEMMA 我們寫 15年 要